哈囉大家好歡迎來到BP品科技 我是BPW 你有想像過住在Apple Store是什麼樣的感覺嗎? 那你一定要來看看我的工作室 從玄關、進門、餐廳到樹桌、牆壁 不管是蘋果的擺飾 各個系列的iPhone、iPad、MacBook Apple Vision Pro、Apple Watch、Apple TV 原廠配件甚至是蘋果的話 蘋果衣服、背包、水壺、卡夾 蘋果的筆 還好真正的蘋果以及蘋果汁 都可以在我的工作室找到 不過剛剛大家這樣聽完之後 有沒有發現還缺了什麼蘋果的東西 所以今天是我的工作室成立的一周年 我就要來幫大家開箱我身後的這一台 M4的iMac 讓我真正成為蘋果的全家童 完成任務 中文字幕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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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箱完暧昧之后 那接着就来一一介绍我工作室的每一个区域啦 都可以看到苹果的总结 首先先来讲到大门的部分 大门的部分我在这边自己粘贴了一个小挂钩 那这边就很方便我进出门的时候可以去挂一些东西 比如说我的袋子 我的衣服 或是我的帽子 那我进出门的时候就可以很快速拿去这些东西 或是回家的时候就可以马上先暂时挂在这边 也当成一个无意区 那在玄关一进门的部分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这边有感应灯 所以我只要手一靠近 那这边玄关就会亮起来 那好处就是我回家的时候可能灯都是全黑的嘛 那我就可以直接这样子把它打开 然后这边摆饰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这边就是一台冰箱 毕竟空间有限 但是冰箱也变成了我的玄关摆饰的玄关桌 那我们在这边就可以看到一个苹果的摆设 那这个是一个苹果加上一只笼 那相信可以看我之前工作室开箱的影片 然后旁边这边还有一个盒子 那我们就先卖关子啦 这个是我下一部影片要帮大家开箱的苹果产品 好那接着我们就来介绍玄关更里面的地方 就是玄关这道墙 那有看过我影片的观众可以发现 这道墙跟去年的时候差非常多 没错因为我帮他加了一个全新的洞洞板 还有全新的鞋柜 然后旁边就一样是厨房 那厨房我这边有做了智慧家电的灯条 那进门之后他就会自动打开 然后在这边鞋柜呢 我特别想介绍 这个鞋柜的厚度只有12公分 因为我这边空间真的是不大 但是你看到12公分的厚度 我还是可以在一排塞入三双鞋 所以我这个鞋柜总共可以放9双鞋 那对一个人来说其实是绰绰有余的啦 然后上面整个玄关墙就是使用洞洞板摆饰 那我们这边就可以看到非常多不同的苹果产品在上面啦 有Apple Mouse iPad 然后Apple TV Trackpad 还有各种AirPods跟我的键盘 从玄关走进来之后呢 那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直接进入客厅区啦 那客厅区这边有一面非常大的摆墙 那我这边也摆了两个苹果的画 那这两幅画其实都是特别具有意义的 首先先来讲到右边这幅画 大家应该知道是什么吧 这个就是第一代所诞生的iPhone 第一代iPhone的发表会真的是 我每年看完Tim Cook的发表会之后 我都会回过头来再去看一次贾伯斯所发表的iPhone 真的是一个划时代的产品 那旁边这个为什么要摆一个Apple Watch Ultra呢 那这个Apple Watch Ultra 它其实是第一个Apple达到碳中和的产品 所以我也觉得非常有纪念意义 所以就摆了这两幅画 大家看到这道墙应该不陌生了 这道墙就是平常我YouTube频道里面 大家会看到的开场 那后面就是摆设了我这多年来 所收集的所有的iPhone MacBook还有iPad 各个系列都在这边 那我们从墙上就可以看到 我的iPhone系列比去年多了很多 我去年墙上大概只有10台手机左右吧 那现在我们已经从iPhone 3GS 一路凑齐到iPhone 16 Pro 那当然中间还缺了iPhone 8 以及第一代的iPhone 所以观众如果手上有这两台iPhone的话 欢迎在留言底下告诉我喔 那接下来这个桌子 其实是我平常吃饭的餐桌啦 但是今天为了拍这部影片 当然要把所有的好料跟产品都摆出来 那我就介绍几台我特别印象深刻的手机吧 第一台的手机其实是这一台iPhone 5 那iPhone 5的话真的是让我觉得 单手使用非常好用的一台手机 在当时视力还很好的时候 其实觉得这种3.5寸的手机 真的是超级好拿的 不过贾伯斯过世之后呢 iPhone就变得越来越大 但是我自己还是对大手机非常印象深刻 也就是这一台iPhone 6 那iPhone 6的话 我那时候是直接购买iPhone 6 Plus 因为它的厚度真的是非常薄 而且这个萤幕真的是视觉的响眼 对现在都为了电池跟虚航力 其实已经看不到这么薄的iPhone 还有这种超薄的相机模组 现在也是没有办法看到了 那接着我想要跟大家非常详细的介绍 这一张工作桌 那大家有没有发现 这个工作桌 自从我把原本的显示器换掉 换在iMac之后 它就变得非常的简约 那我觉得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的话 就是它整体的配色 跟我的书桌更大了 因为我原本的显示器 它的颜色其实就是黑色 所以你看黑色跟白色搭起来 我就觉得这个显示器非常突兀 对但是这台iMac 它因为有这个白色的边框 我觉得不管是正面不管是侧面 它都是这种银白配色 那接着第二个点的话 就来讲到iMac它的整核心 对因为你看我原本使用我的显示器 它就是单纯显示器的功能 所以你看我还要在桌上摆放我的视讯镜头 还要摆放HDMI来外接 不管是主机或是我的MacBook 所以你看整体用起来你就会有非常多的线 跟非常多的东西在桌上 但是iMac它就整合了视讯镜头 整合了主机跟萤幕 所以我只需要插一下线 然后把一台iMac在这上面 那你看我的工作需求 我就可以完全被满足了 那这台iMac的话 我自己是选购M4晶片 然后2TB 32GB RAM 自己是有非常重度的coding 还有剪片的需求 所以我觉得至少需要买到这个 记忆体容量 对我来说才是比较够用的 那同时我还有选配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叫做Nano Texture 对我就是选配了一个这个奈米镀膜的萤幕 因为大家可以看到 你看我身后 不管是我的前面 它的彩光真的是有点太好了 为了要避免这种反光的话 我觉得这个奈米镀膜的选配 对我来说真的是非常重要的 好那介绍完iMac之后呢 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桌上的其他摆设 首先先来讲聊这张桌子 这张桌子其实已经5岁了 它是IKEA所购买的电动升降桌 只不过它比较传统 所以它没有记忆的功能 但是我只需要这样子长按上下 我就可以调整高度 那对这种长时间剪影片的人来说 真的是非常的实用 那我觉得后面阳光有点太大了 我先把窗帘拉下来 接着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除了iMac之外 我是如何让这张桌子变得这么简约干净 大家有没有觉得 几乎找不到任何一条线 所以我想来跟大家分享说 为什么我可以让这张桌子 几乎都看不到线 第一个呢我们就是要想说 我们要如何把线集中在一个地方 对所以这时候你其实可以去购买延长线 对那像我的桌子的下方 我就有买了两组延长线 那除了这两组延长线之外呢 大家可以看到我荧幕指甲 这个地方它也是有供电的 也是有插座可以插的 这样的好处就是 我可以把所有延长线所插的东西 都放在我的桌子下面 那最后只要用一个插座 它整合到这边 所有的线都可以躲在下面了 接着来讲到延长线的配置 那我延长线分成两大类 因为我的工作室是有使用智慧家电的 所以我的延长线有分成两组 一组就是可以被智慧家电控制的 那一组是没有办法被控制的 比如说像是我的HomePod 它就是不需要被智慧家电控制嘛 比如说我请Siri把它关掉之后 那我HomePod关掉之后 我就没有办法再控制我其他智慧家电了 对所以我的HomePod 它是独立于其他插座的 那其他的插座像是我的升降桌 iMac 萤幕挂灯 还有这个小夜灯 那它全部都是整合在智慧家电的插座里面 所以这样的好处就是当我要去睡觉的时候 我只有HomePod不会被关掉 那我其他的灯都可以关掉 那我就知道说我这个书桌 它现在已经是关机的状态了 那除了有延长线之外 那你如果延长线没有在桌子底下收纳好 它其实也是长得乱七八糟的啊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我在这边还购买了收线网 所以它这个收线网 它其实是这张电动升降桌 本身就有附上的产品 我就可以把所有的延长线 所有的线 还有iMac这个非常巨大的变压器 我都可以全部把它收在这个收线网底下 但这时候大家还是会有个问题 怎么可能桌上会完全没有线呢? 我还是会有一些线需要到桌上啊 没错 那我就是利用iMac后面的这个孔洞 加上极限器 对我极限器的话 我就是直接贴在桌子的后方 那我就可以把所有的线 它都整合在一个路线里 这时候我从前面看过去的时候 我就不会看到其他线在iMac的左右 因为它全部都是在iMac的正后方 被极限器整合在一起了 然后我在桌子的下方也会再贴一个极限器 那这样的线它就可以顺着这个路线 然后一路走到我的收线网底下 那再来下一个配备想要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这一个萤幕挂灯 那我觉得萤幕挂灯它真的是非常的实用 因为你看我如果桌子要摆一个台灯啊 或是摆其他灯 怎么样看起来就是很占空间嘛 那萤幕挂灯它就正好整合这个萤幕小小的空间 那直接挂在上面 那同时也具备非常良好的照明效果 再下一个配件的话就是USB-C Hub 大家应该知道 因为iMac它的背后有四个Soundable的接孔 对但是它在前面就没有办法使用 对所以我这边还是外接了一个USB Hub 那这样的好处就是我如果想要充电啊 或是插记忆卡的时候 我就可以完全仰赖这个Hub 那如果我需要进行高速传输的时候 我再使用iMac背后的这四个孔洞 那再来就是其他一些小摆设啦 那像是我非常喜欢这个小夜灯 那尤其是在晚上工作的时候 我觉得它看起来真的非常有疗愈的效果 帮我缓解一点工作压力 那旁边还有放一个朋友送的小蜡烛 那小蜡烛的话也是为我的工作室 增添了一点气氛 在影片的最后一个部分 就来跟大家分享 我换了iMac之后 我的居家办公使用了哪一些功能以及软体 在我早上起床的时候 我就会直接使用智慧家电 那不管是使用iPhone的家庭App 或是直接使用Siri声控我的HomePod 那我就可以直接开启我的电灯以及书桌 那我在开启我书桌的同时 我的iMac它也会直接自动开机 因为我是把iMac插座插在我的智慧开关上面 那打开电脑之后呢 首先我第一个使用的App是Notion Calendar 我会直接来查看我的行程 那为什么我会使用Notion Calendar呢? 那我觉得它有三个我非常喜欢的地方 第一个的话就是它支援了Mac桌面的小工具 所以我可以直接透过右上角的小工具来看一下 我这个行程还剩下多少时间 那我也可以看到我一整天当中 所有行程的快速预览 而不需要去打开我的App 那第二个好处的话是它可以直接快速的 联动Google行事里 Apple行事里 以及Notion的Workspace 所以我就可以整合所有行事里的视角 在我的Notion Calendar里面真的是非常的方便 而且重点是它整合Google行事里 我是可以直接在Notion里面 发送Google的会邀请连结到不同的Gmail账号里面 所以它可以直接自动把我生成Google Me的会议连结 然后我也可以直接在与会者里面去加入 我公司或是我团队的Gmail账号 第三个好处就是它除了整合跨平台的账号之外呢 那它也可以整合不同的Notion Workspace 因为我自己除了个人的Notion账号之外 我还有校园大使的Notion账号 社团公司以及课程的Notion账号 我在Notion里面我必须要登录不同的账号 才可以看到这些视角 但是我在Notion Calendar里面 就可以看到一个整合性的视角 而且使用Notion Workspace的好处就是 比如说我有一个会议 它有非常详细的会议记录 这时候我不只在Calendar里面 可以看到这个会议的时间 我可以直接打开Notion App 来看到我非常详细文字化的会议记录的内容 这相比于Google或是Apple 它们只做一个提醒的作用 其实Notion它更好整合了时间管理 以及细节的内容 这两件事情 那真的是非常好用的一个专案 或是工作管理的软体 那在早上规划完行程之后呢 那接着我就会来开始进行我的工作 那在早上的时候 我当然会趁我自己大脑跟头脑很清楚的时候 来做一些比较困难的事情 那平常例行性的公式主要就是我的YouTube频道 以及我公司的一些事情 那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还有另外两件事情 那首先第一件事情 我会来用Xcode来进行App的开发 对 因为最近其实Apple有非常多程式语言的竞赛 那包含二月份的学生挑战赛 以及四月份的MEI系的比赛 那我自己其实是一个灵感跟点子非常多的人 所以我想要透过App的方式 来实现我一些点子 那我在使用iMac来撰写Xcode的这一周过程当中呢 我真的发现Apple 24GB RAM这个规格真的是非常厉害 我在这一整周使用的时间完全没有任何的闪退 所以如果你是想要进行App开发 或是重度的开发者的话 我非常推荐使用M4 Pro这个晶片 基本上你一整天都可以很放心的使用它 那大家应该知道我除了YouTuber的身份之外 我还有一个非常大的身份 就是我现在是硕士班二年级的学生 所以我有非常大的论文压力 所以我其实基本上每天也是要打开我的论文来进行撰写 所以我在使用这台iMac的时候 我也会使用萤幕分割的功能 左半边打开我的Word 右半边打开我的新制图 然后来进行对照 那把我的论文逐步的完成 如果我有时候觉得只开一个萤幕不够的话 那这时候我会掏出我的MacBook 那这时候呢 它也可以完全做到跟显示器一样的 萤幕外界的功能 我只要使用萤幕共享的这个功能 那我就可以直接透过无线的方式 那将我的MacBook的画面投影到我的iMac上面 或是反过来 我使用iMac开启萤幕投影 那也可以将这个画面 共享到我的MacBook上面 对 所以你是双向都可以进行使用的 那时间进行到下午 比较想要休息 所以这时候呢 我可能会做一些休闲以及琐碎的事情 那第一件事情的话 我当然会打开YouTube 来看一下现在各大YouTuber 以及国外的一些网红 他们在拍摄哪些影片 那不得不说 在使用iMac的时候 他的音质真的是完完全全凋打我 这一台HomePod mini 那这边有放一个对比的影片 给大家来听一下这个声音 那iMac不管是在音质音量以及立体声的部分 真的是远远的超出我的HomePod mini HomePod mini的话基本上 就只是拿来控制我的智慧夹电而已 那除了看影片之外呢 我也会进行一些文字的阅读 那最主要就是阅读国外的文章 毕竟国外的内容 还是比较及时性以及完整 并不是一个中文摘要后的内容 更快速的去阅读国外文章内容的话 我就会直接使用沉浸式翻译 那它的翻译跟别的翻译非常不一样 它是可以一句英文一句中文的翻译 那我就可以非常方便的去对照 每一句的翻译内容 那让我更快的可以吸收国外的文章 那下午呢 我这时候还会进行一些比较琐碎的事情 比如说像是我的YouTube影片 我就会在这时候开始剪我的影片 那我使用的软体是LumaFusion 那它的好处是价格很便宜 它的价格只要980元新台币 那你就可以同时在MacBook里面使用 以及在iPad里面使用 而且它不管是在MacBook还是iPad 它的手势都是非常的直觉好用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我在剪辑影片的时候 我这时候就不会使用Apple的滑鼠 我会使用Apple的巧控板 会跟笔电来的比较接近 所以我就可以非常方便的进行放大缩小 调整我的音轨影片轨 所以这时候就展现了巧控板它的好处 那在一部4K10分钟影片的汇出时间 以M4晶片没有Pro的话 它汇出的时间大约需要5分20几秒 那在M3汇出的部分 它的时间是5分50秒 那在M2晶片的话 它的汇出时间大约是6分钟 那当然除了影片剪辑之外呢 那我还有非常多新的影片 或是新的内容想要进行拍摄 所以这时候呢 我就会进行发想点子 我非常非常喜欢用的App 叫做Heptabase 那它就是一个新制图的软体 那我就可以透过不同的颜色 有不同的分类 然后去做出我每个完整的新制图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那不管是我的影片 不管是我的上课内容 或是我的发想过程 我全部都会透过Heptabase来完成 那除此之外 我也会使用一些大约模型 来进行我发想的辅助 当然最主要我 我都会使用ChartGPT GORG GEMINI 或是Cloud这些软体 那如果你很担心说 这些资讯会外泄的话 那我自己很推荐 你可以去下载LM Studio 那它就是一个离线可以存取的软体 那你就可以直接在LM Studio里面 去下载不同的大约模型 那你就可以透过一个更安全 更有保障的方式 然后同样有一个AI顾问 可以来帮你解决这些问题 那这个我会在下一部影片 来帮大家详细的介绍 这些离线大约模型 以及线上大约模型的比较 以及使用 那以上就是关于 我工作室的开箱内容 如果你想要知道 关于更多室内设计相关的内容 欢迎点击右上角这一篇 工作室开箱的影片 那你如果想要了解我的一日生活 更多的题材的话 那欢迎点击这一个 右下角的影片 有分享我使用iPhone一整天的内容 那如果你还有任何想要了解的内容 那都欢迎在留言底下分享你的想法哦 那如果有一些热门题材 大家想要了解的话 那我会试留言的情况 来决定要不要来拍摄其他新的影片哦 那我们就下支影片见 大家再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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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吧